这一个医院真的一起盖 盖好真的看出效果 但能够有效果也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我今天特别来 就是这一个二级工程 第一要土地 否则光有钱没有用 那土地是退伍会的 我一上任一月 就立刻责成秘书长 主持专案会议 一定要土地无偿拨给 阳明大学负责医院 我一月交代 二月开始把所有这些通通问题解决 上个月退伍会 无偿拨用同意书才交出来 所以土地拿到了 没有地你再有钱也不能盖二级 那二级 我们这一次 全部三十亿 全部有中央负担 这一点要送给宜兰县 所有工程流程 工程师工是有一定的工期 这一年没干净 你没办法贴房子 但是行政流程要快要慢 在收拾的关心 跟团队的效力 所以我说 如果要 我就给大家较快 那现在如果能把这个快点改起来 也是一个信念 也是宜兰人的期待 所以我核定给土地 给经费 希望相关单位 中央地方 大家一起配合建设部分难力 指讲效率 我们希望一起 让宜兰有好医疗资源 让宜兰大学 附设医院 能够提升层级 这也是蔡总统 对大家的承诺 今天我们通通 做到这个阶段 相信对宜兰 对我们宜兰大学 对乡亲的医疗健康 对医务人员 未来的工作方面 都一定是最有注意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让宜兰更棒 更加赞 谢谢大家